基础分析 大家好我是吴楚波 在这一节中我们会讨论一些关于货币管制产生的影响 那么首先一点我们记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货币都是自由浮动的 一个自由浮动的市场就是政府和中央银行 绝不干预市场和任用市场力量来决定该货币的真正价值 所以在这样一个市场纯粹就是银行企业公司投资者投机者之间的买卖 而决定该币种的价值 那比如说亚洲并不是所有货币都是自由浮动的 比如港币人民币就是金铸美元的 而且到近几年了人民币和马来西亚的令吉才有限度的浮动 也就是说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固定的 不允许变动的 那么现在就出于多种原因 开始跟美元脱钩 并且把人民币的汇率盯住所谓的一篮子货币 就包括有日元、澳元、加元、新加坡元、欧元、泰铢等等 那么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措施来说呢 我们就说是有管理限度的浮动政策 也就是说他允许中央银行在适当的情况下去跟踪市场改变汇率 那么大家知道固定了汇率 也就是固定了国家的利率结构 那么在这制度下呢 当你盯住的货币 比如说美元 美元利率产生波动的时候 那么你们就要做出相应的反应 或上增或下降 而通过对一篮子货币的盯住呢 这就给中国人民银行更多的机会去 更多的空间去管理本币的短期资金市场 那通常情况下呢 投资者都不喜欢固定汇率 而偏好于自由浮动的汇率制 那是因为投资者担忧 外汇管制不便于资金进出这样的一个货币市场 但是请投资者记住一点就是 通常货币管制是一个有效管理市场发展结构的手段 也就是说通过汇率 固定汇率制 他可以有效的防范市场汇率剧烈波动的现象发生 而对于自由浮动的货币呢 中央银行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对汇率进行干预 但是作为自由浮动的市场 中央银行并不会刻意的去干预市场 所以最基本来说货币管制是中央银行对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当一个市场的外汇管制越严格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越少出现价格波动 或者是很少经济对于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发生 那么目前呢很多西方市场的中央银行采取的就是一个中间的态度 他既不会对市场太过放任 也不会对市场干预过多 这一节就到此结束 那么在下一节当中呢 我们主要讨论一些影响外汇市场的政治因素 当我们讨论政治因素的时候 其实就是讨论它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那么投资者通常都不喜欢不确定性 比如说一届政府换选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不喜欢政府的变更或者领导人的变更 因为这样这些变化呢 对于该国货币的未来走势会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 那其实大家可以发觉在一国大选之前 特别像美国市场都会很早就开始对讨论 政府是不是会变更 变更可能性有多少 如果政府变更以后 这个政策又会怎么样 那么这些种种的猜测也好 市场的预期也好 都会让投资者对于该国货币走势产生不同的看法 那么又或者是几个国家之间一旦达成贸易协议 也会对该国货币产生一定的影响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当年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中国成为该组织成员国的时候 这也就是证明了全球对于中国市场的经济发展有信心 也就是说对中国的货币人民币有信心 那么同时我们要记住所有的政治风险都是全球性的 也就是说不光要看交易的这个货币的国家 还要看全球的经济发展 那么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 就是97年到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首先呢就是泰国国内发生了经济危机 那么迅速的蔓延到外汇市场 当时的情况就是很多投资者认为泰国货币相对价值偏高 那么为了采取相应的行动呢 也就是泰国中央银行立即宣布加息适离 就是相当于40% 那么以鼓励海外投资者买入泰铢 那么这一个行动呢 泰国央行给市场的信息就是买泰铢 抛其他货币 所以当时造成的结果是非常糟糕的 那全球的热钱呢都涌向了泰国 开始买泰国的货币 而同时就抛售邻国的货币 比如说港币 新加坡元 新台币 以及马来西亚令吉 那么刚才我们说 一旦一国中央银行决定加息 那也会减缓减缓本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当时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回过头来看泰铢这个案例 那么一国 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 他也会牵扯到邻国的金融市场 那试想一下泰国 泰铢加息40% 那么除非邻国马上也跟上这个加息的步伐 才能避免买泰铢 抛售你本国货币的恶果 那么后来同样的情况呢 就在一年以后也发生在俄罗斯身上 那么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政治风险以外呢 还需要关心的是一个是行业关系 那么其实在很多社会里呢 都有强大的工会 那工会的职能就是站在雇员的立场上面 去和雇主或者和政府商讨工资 那么一些国家里面呢 还会有发生一些劳资纠纷 那么过多的这些 这些过多的行业纠纷也好 劳资纠纷也好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无疑就是产生了新的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我们当然就希望避免这个情况 情况啊 那么选一些行业关系比较好啊 劳资环境比较好的经济社会去投资 那反之一个不稳定的政府 战争通胀通通来说呢 都是本国货币的负面消息 那么所以中上所述呢 我们政治因素分析 无非就是考虑政府的变更 政策的变化 以及不单考虑本国的 还要考虑全球的地区的 考虑邻国的经济环境 那么从大方向里面 再具体细化呢 就是整个社会的行业关系 整个社会的稳定性 好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到此结束 那么在下一节中 我们就会讨论一些真正的经济数据 谢谢大家